林冬表示,小米9这次货准备总量不比红米Note7开设时少,主要是因为红米主板线上,绝对部分手帽的货,都在电商平台销售,而小米9兼顾了线向心灵社需求,部分货奔到了小米之家,小米社全电版心灵社平台,请大家浪解。 我买到的同学面着急,我们会交换,力争第一个月,产出超过红米Note7,小米重新建立了现货2月20日,小米集团在北京召开2019年缅度席建小米9发布会,会上小米集团创始人,董事长将VLG表示,小米9将现货发售,根据小米公布的发售计划,小米9将在2月26日时点正式发售了, 不过使得网友表示,小米9开卖后,数秒就显示受信了,小米的此番形容,引起了部分,没有购买到小米9手机的消费者的购买,有用户调侃一秒就没了,小米9重新动力现货了,实际上,这并不是小米第一次对消费者爽约,在今年初的红米Note7发布会上,德军强调红米Note7将现货发售, 但实际上也没有购买到,由此第一次被消费者调侃重新动力现货。